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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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和尚 这话少说 赶紧把朱蒂交出来 老四啊 唐彪老四做什么啊 如果不把人交出来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施主啊 你们是看老大我上年纪了 想欺负我呀 好 那老大我 就陪你们玩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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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老四要是被抓到 事情就糟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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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啊 我们要逃了 啊不是啊 我们要赶路了啊 老大我陪你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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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又有人要来闹了 还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呢 哎呀 哎呀 哎 哎 老四啊 看来不用那招是不行了 佛祖啊 你可要帮弟子加持啊 松哈哈 博越凿多好 博越凿多好 諸重神重法神 重十方大神 霍我之蠢 幻化无情 奇怪 刚才还明明看到英俊的身影 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不可能 英俊那么大块头能躲到哪去 果然没错 是阿丑师兄 我就知道师父果然偏心 一样是师兄弟 而且我还比英俊早两年入师门 英俊懂得居然比我还多 我就知道师父留一手 留了一手独门武功 可恶 阿丑师兄 已经这么久了 为什么你还是想我爱你 走了 英俊的 我知道你家这里出来 阿丑师兄 你有没有告诉我呀 老大我要是现在出来 不就被你逮个正着喽 不可能 刚才明明看到英俊的往这个方向跑来 想不到英俊的手脚这么灵活 我真是小看他 英俊的 出来 英俊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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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招 我还要功力大伤啊 我太伤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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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 你要撑下去啊 老大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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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杀成 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吗 就要想想施个法 结果呢 哎呀 国舅爷 你别生气好吗 人家说人算不如天算 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 频道就算是计划在周全 也会有百命一说的时候 当初就不要跟我说的这么好题 说你多有把握 哎呀 国舅爷你误会了 你知道频道这路上是多拼命吗 现在我说这个你绝对不相信 但是频道现在想要说的 我相信国舅爷绝对不会生气 你说 我 师父 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就快说呀 哎 就是 我发现朱棣 连最后的一魂一魄也不见了 什么 四皇子的魂魄都不见了 没错 又谁会这么做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可以确定 四皇子现在是昏迷不醒 所以我说 国舅爷 我说出来你绝对不会生气 而且是很震惊 昏迷不醒 你的意思是说 朱棣没死 嗯 朱棣没死 而他的一魂一魄 又不在他身上 如果朱棣死了 以后就不会再纠缠燕尼了 朱棣 道学 这个朱棣的命 真的有这么硬啊 不见的 请问道长 你刚刚说不见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国舅爷 平道说不见的 不一定是说朱棣的命硬 以我在想 一定是刘伯温跟我那个师弟 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才保他不死 又是这个刘伯温跟那个臭和尚 每次都要跟我作对 难道刘伯温这么有本事 神通广大吗 能够保佑他们身边的人 都百度不清吗 小道士 难道本局就拿他没办法 只能认他破坏我们的好事 师父 你就快点帮我义父想个办法 看看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来对付红牛伯温 你们大家都不要紧张 刚才平道不是说了吗 这个四皇子一条命 剩不到半条了 他现在一只脚 已经踩进奈何桥 他要醒过来恐怕没这么简单 国舅爷 我们现在只要轻轻一推 到时候 来 先生 结果怎么样 高宾师父 应该要回来了 应该要回来了 那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看到高宾师父 跟四皇子呢 来了 来了 快 要 高宾师父 快快快快 快扶四皇子坐下 好 高宾师父 辛苦你了 高宾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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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紧哪 来 先喝点水吧 好好好 刘国师 笑动子 老那我没事了 高宾师父 你是因为体力耗尽 我刚才帮你运功了 你好好休息 就能够恢复元气了 刘国师 先坐下 坐下 别起来 别起来 刘国师啊 谢谢你啊 别这么说 应该是我要向你谢谢 你千辛万苦 才把四皇子带回来 刘国师啊 你怎么知道老那我 这一路是千辛万苦啊 难道你忘了 我为你补算的山水俭啊 这一路上会寸步难行 会有很多险阻 所以我再跟你谢谢 这么辛苦的 把四皇子带来这 哎呦 这是应该的 再怎么说 老那我也是大明的护国大法师 哈哈 我就 对了 老那师 你回来的时间 比我预估的还要快 这是为什么 哎呀 人家说呀 行船走马三分命 人哪都靠不得了 更别说船跟马了 老那我啊 还是靠自己比较实在 哎 我用跑的比较快 哈哈哈哈 对了 哎呀 哎 这件披风啊 你赶紧拿去救老四 比较要紧 嗯 好 好 先生 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怪怪的 哎 是啊 哎 雷国神 怎么了嘛 四皇子一魂一魄 不在这披风里面 什么 是是是什么 老四魂魄魄 不在里面 我知道了 只有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高魂术 高魂术 哎 你现在说高魂术 什么意思 有人用高魂术 把四皇子的魂魄 从披风里勾走了 什么 啊 把四皇子的一魂一魄 偷走了 偷走四皇子的魂魄 要做什么 啊 勾走四皇子的魂魄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让四皇子 永远醒不来 啊 啊 走了 这一切 都是我太大意了 我一心想要救太子 我却没了到四皇子 但很有可能 才是天命所系之人 是我失算了 才能让有心人 带到这个机会 那不是 你 你 你说 有心人 依依 你看 那有心人或是谁呢 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人 他 means 这一切都是我太大意了 我一心想救太子 我却没料到四皇子 他很有可能才是天命所系之人 是我失算 曾让有心人带到这个机会 乐国师 你说有心人 爷爷你看 那有心人会是谁呢 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人 胡为忧 胡为忧 乐国师 你确定是胡为忧吗 否则啊 老闹我觉得我那个师兄 也没按什么好心意儿啊 告别师父 萧道人的功力如何 我不清楚 但是我太了解胡为忧了 他对这种勾魂术 非常拿手 那怎么办哪 要是老四永远都这样昏迷不醒 那 这这这 不行 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四皇子 是因为信任我 才将他的一魂一魄交给我 我一定要救四皇子 好 好 老四 老四夕的情形怎么样 有了 先生 你还记得吗 之前皇上也被人取走 一回一破 那个时候不是和娘娘 把皇上的魂魄找回来的吗 小公子 你不错 您真的有进步 和娘娘 我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恕围臣无礼 如果何娘娘可以不要大声喊叫 我就会替您解开 你是谁 为什么会跑来我的房间 何娘娘 您真的不认得围臣了吗 不认得 我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 过去跟我有关系的人跟事 我没有一样解 何娘娘真的忘了吗 你是当今皇上的妃子 你是四皇子的亲生母亲 你是说 四皇子 没错 一定四皇子来拜访阳国公 就是为了找寻何娘娘的下落 薄荷的娘不愿意有她相认 才使得四皇子非常地伤心 我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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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何娘娘信得过微臣 就请娘娘让微臣帮助您恢复记忆 何娘娘 请坐 何娘娘 您现在觉得怎么样 好像轻松多了 也平静了许多 而且 我脑中的思绪也清楚多了 谢谢你 何娘娘不需要客气 伯温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伯温想请何娘娘去驿馆一套 驿馆 我为什么要听你 何娘娘 四皇子 他现在有生命危险 如果何娘娘不敢微臣去救四皇子 等有一天何娘娘恢复记忆 会后悔一辈子 何娘娘 这件事刻不容忍 请娘娘尽早做决定 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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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现在你们觉得轻松一些呢 我还是觉得很不安 很不平静 我想要好好休息 谁也不想见 要不然 我带你出去走走 不用 我没有那个心情 那我们去听戏好吧 我说过了 我想要好好地休息 什么人我都不想见 请你体谅我的心情 好吧 既然如此 本爵就不打扰你 你好好地休息吧 蓝玉虽然已经离开了 不过 他随时都可能再回来 你还是赶紧先走吧 微臣多谢何娘娘 刚才微臣所说的 请何娘娘仔细地考虑 我会在义馆恭候大家 我看她 来 你啊 你啊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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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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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鸟 鸟 鸟 娘 你是谁 为什么叫我娘 娘 我是蒂儿 是你怀胎十月 生下来的蒂儿 难道 你完全都不记得我了吗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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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求你 求求你一定要想起我 一定要来找我 要不然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为什么会来不及了 娘 帝儿的时间所剩不多了 你要快一点 一定要快一点 要不然帝儿 帝儿就会 哎 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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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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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你回来 你回来 回来啊 你回来啊 回来啊 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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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我是在做梦 可是 为什么 为什么刚才梦中所发生的事情 好像真的会发生一样 这到底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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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弟儿的时间所向不多 你要快点 一定要快点 要不然弟儿 弟儿就会 刚刚梦境中 那个看不清楚面貌的人 他说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不管他在哪里 我都一定要找到他 还是要去找他 这就是他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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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谁 他在哪里 你又说跑哪里 他是 你又说了 梦境中 你又说不定 奇怪 我如果真的是蓝玉的夫人 应该是出身明文归秀的大小姐 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武功呢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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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下 先回房好吗 我不要 我不要回房 我要去找我的 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救我 救我 夫人 夫人 你冷静一下 先回房好吗 我不要 我不要回房 我要去找我的 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儿� agora 你 我 emotions 李 你 哪 我 失去了记忆 被莱玉留在府里 无法与四皇子相认 那种心情 那种痛苦 我完全可以了解 可是 可是我该怎么帮他呢 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一定没有办法 这到底该怎么办 我应该去找刘国师 三天的琴械一天天地过去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四皇子一魂一魄 是被谁盗走的 刘国师啊 依你看 何贵妃会不会来啊 我不能确定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要不要来 就由她自己决定 小心 天哪 什么东西啊 先生 飞镖 最后 金网二经 兰府外见 来 我怎么会 我想起来了 我刚刚差点就能出去 不过突然被人打昏了 看来 蓝玉现在一定派很多守卫在外面看着我 如果我要逃走 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 以我刚才跟蓝玉的手下交手 我发现我的武功应该没有那么弱 夫人 跟我来 我是来帮你的 你是谁 为什么要来帮我 没有时间解释了 你先相信我这一次 要不然你绝对出不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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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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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夫人 何夫人要逃跑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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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奇怪 那个赫一人怎么跟来 他是谁 他为什么要帮我 是谁 活命出符 何娘娘 竟然是你 何娘娘 你是谁 为什么叫我何娘娘 为臣刘波温见过何娘娘 又是你 为什么你们都叫我何娘娘 难道 我真的是当今皇上的妃子 不是蓝玉的夫人 没错 何娘娘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我到底是谁 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每一件事都变得这么浑顿不明 何娘娘 此地不宜久留 如果何娘娘相信为臣 我这现在就带去见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 四皇子 相信你看过他之后 所有你不了解的事情 自然就会明朗了 四皇子 没错 他就是为臣向您所说的 您的亲生儿子 何娘娘 已经到了 他在里面是吗 是的 此皇子 已经昏迷好几天了 或许在这世上 只有何娘娘 才能让他醒过来 可是 虽然我自己也有感觉到 我跟这个四皇子 好像有很深的关联 可是你突然跟我说 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这叫我怎么接受 就算我跟他见面 又有什么用呢 我 我看我还是走好了 等一等 阿弥陀佛 何娘娘 如果说呀 天地万物之中 最伟大的爱 是诸佛菩萨的大爱 那么人世间最伟大的爱 应该就是母爱了 你说对吧 那是当然 何娘娘 刚才你也说了 你觉得你和这四皇子 好像有很深很深的感情 那就是啊 你内在的母爱啊 所引起的 虽然说呢 你现在失去了记忆 可是啊 因为跟四皇子 越来越靠近了 你内在的母爱 就会让你有这种感应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告诉我这些 你们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见四皇子 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阿弥陀佛 何娘娘 你有这些疑虑啊 是正常的 可是我跟刘国师 并不期望你相信我们什么 我们只希望 你能走进这个房间 去看一看 你辛苦怀胎十月所生的孩子 这孩子 现在昏迷不醒啊 生死 生死 只是一现之惊 她对她的亲生母亲 又很深很深的 卢木之情 说不定了 只要你去看她一眼 她也会有所感应啊 难道 连这么点简单的小事 娘娘也不能帮帮四皇子吗 我 我 我 何娘娘 就算你不相信四皇子 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就当做 这帮一个年轻人 给他一点醒过来的助力 你进去里面看看四皇子 好吧 又能做好 wishing you don't you 你说 明年 ? 可以 啊 我 是 pell 害死 Most 多谢和娘娘 先生 你们回来了 四王子现在怎么样 还是一样 一直昏迷呀 小冬子见过和娘娘 小冬子 和娘娘还没恢复记忆 我知道了 和娘娘 现在四王子躺在床上 请您过去看看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四王子躺在床上 请您过去看看她 我好不容易才跟她相遇 才亲口地叫她一生娘 我都还来不及孝顺她 她就这样失踪了 中文大师 圣尔赛 我不准你伤害我的弟儿 等一下 如果有机会 你应该赶快逃走 请我不要顾虑娘 知道吗 娘 我不能这么做 我不能这么做 可恶你 我们就同归余姬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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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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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娘的宝贝儿子 娘的宝贝儿子 娘来了 娘来了 爹 对不起 都是娘不好 是娘对不起你 娘可以把谁都给忘了 但是怎么可以忘了我的宝贝儿子呢 娘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回事 我可以把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给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弟儿 弟儿 你快醒醒 你快醒醒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 娘看了心里好痛 你知道吗 弟儿 弟儿 你不要吓娘 你不要吓娘 你起来 起来跟娘说话 起来跟娘说话 你起来跟娘说话呀 千错万错都是娘的错 娘不应该让你痛苦 娘不应该让你痛苦 不应该让你痛心 娘不应该让你找不到我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啊 宝贝儿子 弟儿 娘 娘现在已经来到你身边了 你起来 来 你起来 你起来啊 弟儿 你不要这样啊 你怎么可以不要娘 弟儿 弟儿 娘已经忍着你了 娘什么都记起来了 弟儿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我的宝贝儿子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是我辛苦怀的十月所生 虽然从小 我就没办法 亲手抚养你长大 可是 你都不怪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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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孝顺 弟儿 醒来 快点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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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娘说话 你一定要再叫我娘 别再让我守围侵了 你 你 你不要再丢下娘孤单一个人 娘绝对不能失去你啊 涅儿 想不到何年 竟然恢复了记忆 我巫子的情情啊 固然是最伟大的力量 只可惜 此皇子还是没有醒来 已尽失去一火一波 影响太大 一时还不能化解 阿弥陀佛 可恶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胆 竟敢偷走弟儿的魂魄 简直是目中无人 无法无天 和娘娘 就像这蓝玉啊 根本不把太子 放在眼里是一样的 有人想设计老四 这也不稀奇 人只要这心怀不轨啊 什么坏事情都做得出来 不行 我一定要赶紧找出 是谁偷走弟儿的魂魄 要不然三天之内 如果弟儿的魂魄不能归体 他就会 果实 高兵师父 这件事情 还是要拜托你们帮我 追查到底 请和娘娘放心 微臣一定尽全力去追查 再说这件事 是微臣失算 才会害得四皇子 面临这种险境 微臣罪该万死 请和娘娘恕罪 刘国师 何罪之有 微臣为了救太子 却没有善尽保护四皇子的责任 话不能这么说 以刘国师 跟高兵师父方才所说 情势的确非常危急 你们会请四皇子帮忙 这也是合情合理 而且我的弟儿 为了救他的皇兄 这么势大体 答应你们的请求 更是一片忠心 让我这个做母亲的 感到非常地骄傲 你开心的眼睛 心爱的车不中 不贪的心悲响 但我会哭响 为真度咖哩胸 但塞兰巴沖沖沖沖 中到悲响 何嘴的流量 游泳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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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